K-Car 這一種日本獨有的車種 在香港都曾經經歷那段很輝煌的日子 大約二十年前 不少年輕人都很想買一部K-Car 一考到車牌 就立即拿大約十萬元的新車架出來買一部全新的K-Car 那時候的香港真的有很多K-Car選擇 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今時今日絕大部份的新款K-Car 都是以水貨形式來香港 究竟香港還有沒有汽車代理引入新款的K-Car 有 只得Suzuki 兩款車 Evry 和Hustler Evry主打小巧的商用車市場 其實主要的買家都是公司客人 就只有Hustler撐起香港的K-Car市場 真是辛苦了 不過撐還撐,撐一撐一撐又來到第二代 Suzuki Suzuki Hustler在2015年初出場的時候 鮮艷奪目的車身顏色 K-T的造型 加上車價相對比其他小車便宜 成功吸引到大批的買家 而且Hustler有一樣東西很厲害 就是它推出五年以來 一直都維持到一個平穩的銷量 這就證明了它未有Outday的跡象 不過未Outday就不代表它不需要出新款 只不過初代的成功 就間接令到新一代的外形設計有所規限 怕跟初代有太大的落差 車迷就會不受落 新一代的Hustler 就擺在大家眼前了 大家心裏面是否都是那一句呢 罩眼看真的有八成相似 不過新一代仍然用了黑色塑膠做沙板 車門有更加深的骨紋 如果像這部車一樣 用了黑色的車頂 就明顯比上代更加粗獷 如果想第一眼分得清新款和舊款 我教你一個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留意車尾的側窗 新款才會有這個側窗 初代只不過是一條金屬的柱 很容易認 買得Hustler的朋友 相信已經想好辦法把它尾化 我個人覺得今代比上代更加適合用 越野感覺 直接參照之前東京車展的Hustler concept 就已經很漂亮了 每一次我試K-Car 都有一種好像參觀納米樓的感覺 因為它的車廂夠小 基本上一打開車門 你會看到裡面有多大 一眼看完 正正因為它小 我更加有興趣想知道車廠 會用甚麼方法用盡它的空間 Hustler的車身這麼小 可能很多人都會擔心後座夠不夠位 這個就是正常的腳位 它還可以退後一點 翹腳還可以 加上所有K-Car 後座都是雙座的設計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會迫 除了後座空間足夠之外 Hustler也有不少花心思的儲物方法 例如尾箱用了防污膠墊 而且還有地台暗格 左邊有一張摺疊式的餐桌 但千萬不要問我為何只有一邊油 還有前座乘客底 保留了可以整個抽出來的暗格 女士的高跟鞋最好放在這裡 另外 全車還有大大小小的儲物位置 總有一個適合你使用的 不過最重要是你自己記得 先把東西藏在哪裡 這次Hustler整份中控台真是最美麗了 標板、中控台、首飾櫃 右至左由三份顏色框劃分 真是很有型 我都聽過不少已經訂了車的朋友說 一見到這個9吋螢幕即時給我讚 而且因為有這個螢幕 新增設的360度泊車鏡頭 更加大派用場 還有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系統 不是只有樣子那麼簡單 試車之前跟大家說說Hustler的引擎規格 658cc 三氣缸Turbo引擎 有64匹馬力 10 kgm扭力 而且還有My Hybrid 省油系統 和停車自動適時系統 廠方說它的油表現 低到22.6 km per liter 真是直逼Hybrid 車 測試K-Car 與其要挑剔馬力 有多厲害 是多餘的 因為現在新細度的K-Car 基本上全部都已經去到K-Car的頂峰馬力 64匹 基本上不能再增加下去 但我們要測試K-Car 的時候 要嘗試它的操控和穩定性 新一代的Hustler 其實它是用了全新的CPT波箱 因為它的波箱好像有7個波段 而這7個波段 亦都可以在泰姆的加減鍵上操作 我覺得其實有沒有很好的幫助 其實我覺得不大型 只不過令你覺得那個感覺 好像有自己加速的感覺 只要將波棍 噴進去M波 然後就可以泰姆 即時可以使用 你看到其實反應 都算快 但它會有保護程式 如果太高的轉速 它會不會讓你拖 雖然說Hustler的馬力 已經去到64匹的K-Car上限 但其實老實說 20年前的K-Car已經去到64匹 已經達到這個上限 但是你說 新的K-Car 還可以在哪裏 有什麼新發展呢 其實它就從省油 還有就是 加入了各個叫做MindHyper的系統 MindHyper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椅底上有一塊的鋁電 鋁電呢 就可以令到 傳統的電池的負荷會低了 令到你的引擎 也會發力更加好 不會像以前的人說 上車要升冷氣 會好力一點 現在就不用了 因為多了鋁電幫忙 這個MindHyper跟我們建設的Hyper 系統就有點不一樣 不過也可以繼續在螢幕上 可以看到充電的情況 可以看到電流走來走去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點點的 新一代的Hustler 其實全駕車的總長度 都不夠3.4米 但是迴旋半径也夠低 4.8米就可以做到一個迴旋半径 這個好處當然是 令到你的轉彎靈活 你的停機在長度拍位 怎樣方便 女士們一定是最喜歡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值得留意的 就是 Parsler用的輪胎配搭 是用165.60 而這個配搭 在現今世代來說 老實說是真的屬於一個香雞的配搭 但是這個是廠方的考慮 因為用到這樣的配搭 這輪胎才會做到省油 以及可以盡情發揮到64匹馬力 畢竟64匹馬力也不是那麼多的東西 所以用一個比較低滾動阻力的輪胎 便會比較好 說回今代的Parsler上一代 我個人覺得有同一個毛病 但這個毛病是否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我又覺得不會 就是它的車身轉彎時 傾斥是屬於比較嚴重 這可能關乎到車身離地比比較高 以及避震是比較軟的 這方面我覺得應該是新一代的車主 買了車之後 除了車身的配件會改裝一下之外 避震也可能會有一個比較重要改裝的項目 Hustler 現時賣169,800 大概比上一代貴了1萬元左右 不過它新增的設備 可以告訴你 肯定超過1萬元 尤其是那些安全設備 淋淋中種 可以說全部大升級 單單安全系統已經大升級了 有什麼月線警報 主動式巡航系統 自動高燈輔助系統等等 難怪在我未試車之前已經大賣了 很多年輕人 就是拉去有11個車身難式選擇 加上大量的改裝件 排隊等你來玩 想玩個人化、玩個性化 Hustler 實在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我нибудь這裏 可以試乎一下 用來玩個程 preparing 如果把手放進 bil 我會教你的 等其你 快開始